大家好,我是宇婷 我是偷殺進去的 好,來第五個 那為什麼會不然想要講這個題目呢 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那個中暗列表 對,UIUX設計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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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下面都有,對,UIUX設計師 按照我們現在的resource,可能像UI設計師,我們就知道為什麼設計師總是要熬夜了 好,那只好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如何有效率的做一下這件事情 好,那題目就暫定如何把坑花好給設計師跳 對,好 那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工程師要安裝Sketch,設計師要輸出Github 所以我們要互相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圈 好,那在做,在整件事情在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聊UX的時候 我們當然聽到一堆的論述或文章講的一大堆方法 可是很多方法是很廢死的 那在過去我的經驗基本上最簡單的話就是丟問卷 那丟問卷馬上就是傻一下 一個禮拜或多久就備回來了 那當然其他就像GA 那有類似GA的很多工具可以用 那這時候呢就可以去找一個UX列子說 欸,我要做問卷耶,然後題目是什麼 我想找問卷,你可以幫我review一下問卷 然後他就肯定調進來了 我們就把你review一下問卷解決 好,那問卷的問題就是其實要發現問題 跟找出我們優先性要做的必選 跟必修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Github裡面 把我們的必修例子的列出來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找任何人 因為有時候解決問題的方法 不一定是要用程式去解決 你可以找事業師工程師或者任何有興趣的人 他就可以在上面討論 我們要什麼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有什麼解決方案 或者可以到什麼地方去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件事情開始找出解決方案之後 通常只要是程式的部分 你就可以用文字去描述UserStory 然後你可以定個Pro 而且這Pro要最小的可行 能夠完成這流程的可行 因為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完成一個 一開始出動的目的 然後當然Yframe跟Flow在寫的時候 都是限稿跟可貴 那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User Designer 跟UI Designer 包括Engineer 一起來做 可是通常不會早期 所以人做多少是多少 對 好 再來最後的時候 你的Yframe或者Flow畫完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一個UI設計師 我現在做完一個Flow 或者我做完一個Flow 你可以幫我把它出UI Key 那你要整個 我現在用一個設計師 是有人他接到Flow的時候 超大 他把他拚到整個場面 然後看兩個人再看完 所以說你可以很貼心的 把UI例子說 那我設計師 我需要這10個UI Key 然後他就會 好好好 那我幫你做這10個UI Key 包包圓 這就列出來給你 然後他就會乖乖跳坑 那當你有了UI Key 你有了Flow 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的Engineer 或者你的相關的 不管是前段後段 就可以開始Code 那就可以很開心的 可能在數個月後 完成了中央 或者這個中央 一直沒有人做 等到數年後 不然有人把它做完了 好 那簡單的總頁表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整個過程 從問卷EQ Vlog UI Key 跟Coding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有哪些成名在哪些時間點 那這兩個角色 我們可以盡量讓 Aver放在問卷 跟UI Design 就放在UI Key這邊 那而且這樣的工作內容 很明確給他什麼 然後你要獲得什麼 他就會比較容易 跳進這個坑裡面去 好 那最後再總結就是 少UX可以幫忙 理由你的問卷跟GA GA也是可以理由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 很多裝扮基本上就是 Google的那個GA install 那段Code放進去後 就沒有下文 然後就 也不知道在測什麼 對 然後再來UI部分 他可以幫你UI Key 或者決定顏色 那決定顏色其實 通常顏色決定完 大部分Engineer 可以做完的事情 就蠻多的 然後在哪裡 可以找到設計詞呢 基本上外面有一桌 你可以看到外面有一桌 就是有設計眼光的 就在選人在那邊 對 然後基本上在台灣 也有一堆 像是台灣UI 6X Designer的 Facebook 那或者閒上社群 也可以找到人 對 好 那其他我蠻喜歡的 就是 討論無X的一些文件在這邊 那我蠻喜歡這個作者的 那他蠻喜歡 我覺得他快要把書可以寫完了 然後一些看板方法 可以在我們的 KeyHub上 可以幫助我們工作的程度 然後 今天的 正正天簡報的 我們強化資訊放在這個文章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短短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五點會回來這邊 就做最後的那個 發表 好 然後外面是有點心 茶點 還有新的飲料 還有新的飲料 好 謝謝